各位 哇 還有更多的 我來 我找更多的來嚇你們 嚇死你們 嚇壞你們 哇 踢斜槍 槍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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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真的有一群人 哦 各位 來 各位 看完這個景象 你覺得心裡心頭屁屁錯了 心 心頭領不知 哦 很怕 沒辦法 我看完會怕到 會罵罵好耶 來 各位 你覺得這個畫面 你看了會覺得擔心的嘉義 你覺得光我屁事的打簡易 我見你白痠哦 快點啊 講實話哦 不要逞強哦 不是啊 剛剛不是一堆人一直問我嗎 你不擔心的人怎麼會問我 怎麼會問我的看法 啊 你們都不擔心 那我幹嘛講 啊 你們都不擔心 我說什麼 啊 不是啊 剛剛問我的人是誰 剛剛問我的人講話啊 快點 我好急 你們要我問我什麼啊 不是啊 剛剛不是一大堆人一直問我嗎 啊 現在我不會說話啊 不是啊 我跟各位講啦 來來來來 這個哦 有啦 應該有一萬人 但這時候一個問題點哦 每個人哦 他有上台 他有下台機制啊 對不對 每個人上台 他有他的下台機制啊 今天這些人散了吧 不在啦 對不對 就是好 你群聚一萬兩萬三萬 那請問一下他的下台機制到底是什麼 就是說他做這件事情 他希望能夠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第一 民進黨立委能打架嗎 他是要逼著民進黨立委打架嗎 也不是啊 因為賴清德說不准打啊 柯建民也被阿羅帶啦 所以不敢打了嘛 賴清德不希望打架嘛 賴清德說要訴求爭取最大的民意認同嘛 對不對 這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件事情 好 這些人給你做底氣 營造出一股 好像大家都反對這個法案的感覺 這是他第二件事情嘛 有 他有營造出一種 好像大家都反對這個法案的感覺 那我請問一下哦 所以國民黨跟民眾黨就會停了嗎 不會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國民黨跟民眾黨如果停下來了 會有超過十倍 百倍以上的選民唾棄他們 我再講一次 如果國民黨停下來了 他們後面會有超過十倍百倍千倍的選民 唾棄他們 對吧 所以他們也不可能停下來啊 因為他們才是多數啊 怎麼好看不好看啊 因為國眾兩黨很清楚一件事情啊 我們才是多數啊 我們才是六成民意啊 對吧 那這六成的民意 大家都很知識認同這件事情啊 因為六成的民意都很受夠一件事情 就是蔡英文執政八年啊 所以請問一下那你這樣子 你既也沒辦法讓民進黨往前衝 也沒有辦法讓國民黨往後退 好 那最後一個 衝進立法院 請問一下他們敢不敢衝進立法院 對不對 請問一下他們敢不敢衝進立法院 也沒辦法啊 你知道衝進立法院第一個受害是誰嗎 就剛才看了鄭明謙 這些所有滿曹文物的官員 因為他們只剩下金長門的支出 預算什麼事也別幹了 就很像一家便利商店對不對 你每天開門 然後有電有水 有工作人員 然後沒有產品 沒有法案可以 他沒有預算 沒有政策可以推啊 而且我跟你講你如果要霸佔喔 國眾兩黨絕對不會反對 而且他們都是開會的時候才來 然後沒開會就走人了 所以你就說如果說這一群人 你真的讓他衝進來了 你耐心的真的讓他衝進來了 立委在這邊嗎 會不會有人身危險 到時候是你誰找來的人 誰動員的人誰要負責 這是第一件事情 我覺得他根本不敢衝嘛 再來第五件事情 很多人說這是動員花錢來的 我跟你講不是啊 你們沒有理解 這個是用什麼找來的你知道嗎 直播 然後Instagram 然後Thread 用這些社群軟體 網路上自發性號召 大家把它興起成一種熱潮 慢慢一群一群找來的 為什麼我知道你知道嗎 因為當初韓國瑜三三造勢 比這個多五倍十倍 就是中天找人來的 中天24小時直播 從早上8點播到晚上 所以看到的人就一直來參加 一直來參加一直來參加 所以這種事情中天也幹過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而且中天的人是這個五倍十倍 好不好 所以再跟你解理解那個原理嘛 就是社群媒體的號召嘛 從傳統媒體轉移到社群媒體的號召嘛 所以我就說他沒有一個下場機制 我不懂他的目的是什麼嘛 唯一一種可能啊 因為賴清德一直在講一句話 要爭取民眾的認同 讓在野黨也不得不支持 所以他這個東西 就是把四成的基本盤 然後非科文者的年輕人 鞏固到一個極致性 但我坦白講 40公斤的人不會跟60公斤的人 比拳頭比肌肉的 打不贏就是打不贏啊 衝擊量頂多是固盤而已啦 就是讓裡面的立委 因為是不是打架很難堪 是不是輸的難堪 至少讓他們 有一個正當性 有一個訴求性 我覺得賴清德做這件事情是對的 因為本來第一時間呢 大家打打鬧鬧鬧 然後只覺得民將立委很蠢而已 很好笑 只知道那個中嘉賓喜歡去 中嘉賓是那個性暴力犯罪者 就這樣子 對不對 但他現在開始弄太陽花 弄改革弄黑箱弄2.0 把這個氛圍給打出來 是不是比第一時間 他們那個可笑量子好多了 但是我在講嘛 這一件事情 他不可能阻止這裡面發生的事情 不可能 好不好 這一件事情 不可能阻止這件事情 那外面這一群人呢 也都是打假球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就是被煽動的嘛 大家覺得現在很憤怒嘛 但事實上當時 我跟你講這是國民黨沒用 但我也怪不了人 國民黨自己沒用 勞基法也好 錢瞻也好 一粒一休 到我們講的會計法 很多十幾條法案啊 都是用這種黑箱暴力蠻幹 他甚至有一次 各位你知道是怎麼樣嗎 就是在野黨提出異議 嘛他裝沒聽到 然後躲在那個 他那個委員會裡面 他主席躲在一個小桌子上 那邊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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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偷統唸 把全部東西唸完 民進黨這樣幹的 這時候你們這些人怎麼就不在意了 所以少來給我這一套 因為這八年來 民進黨多數暴力這八年來 幹的狗屁刀招逆施倒行的事情 絕對遠遠超過現在這個水準 所以你們這些人少來 講白了你們就是支持民進黨而已 不要跟我講那麼多公平正義 我跟你講這案子過了審完了 這些屁事就沒了 因為勝利還是無可取代的 贏了就是贏了 不要跟我講那麼多屁事好不好 不是啦 隨便 隨便找一個啦 來 來 來我們現在看喔 搜尋黑箱強行都現在都是 都是在罵國民黨嗎 來我們看 以前發生的事情 從2016到2022年 來 黨廠會的東西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來啊 來啊 八大提案封殺 來 來 來 黨產條例轉型正義年金改革一例一休 前瞻預算總預算地制法 無一不是透過國會多數碾壓在野黨 蠻恨霸道已經是最佳註解 你自己看 各位這種東西太多了 你有興趣的 你把時間搜尋2016年到2022年 你去看看民進 民進黨在立法院怎麼幹的 來 來 這什麼 這什麼垃圾的單位啊 反正各位有興趣你自己看好不好 OK 來 這是要省什麼的 反滲透法也是嘛 一堆啦 各位有興趣自己去查 但我跟你講啦 剛剛我們看到外面那群人 就當莊重沒有這件事情 他們那時候都看不到 所以跟我少來這一套啦 你們就民進黨支持者 民進黨支持者 那媽都會 只有顏色腦子 腦子綠到綠到綠到 綠到怕帶了 有什麼要討論的啊 好不好 因為你如果那麼在乎程序正義 你以前的時候就應該跳出來 沒有 狗屁 少在那邊給我噁心了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孝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孝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孝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何外的折扣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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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 好嗎 好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